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变了他的一生 今天是黑社会杨老大要出席活动的重大日子 帮派内成员全部要毕恭毕敬 场面极其壮观 自带气场的杨老大在活动结束后准备离开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突然下起了大雨 一旁的下属赶紧给撑伞 奈何只有杨老大的那把伞是坏的 偏偏只有杨老大淋了雨 场面十分尴尬 这边警方为了监视他们 就派出了直升机观察他们的活动 杨老大在活动结束后 十分懊恼地跟下属小弟说 该死的警察坏了他好多坏事 并嘱咐给小弟 要在警察内部安插一个卧底 一领神会的小弟就开始了他的卧底计划 正在观察的一切的警察局局长 因为苦苦找不到证据来捕获杨老大 把自己的活儿全部撒到下属身上 这时候杨老大的亲信匕首歌 找到自己多年前的小弟李中大 没错 他就是想把小混混李中大培养成在警局的卧底 中大这个小混混不仅赌钱和找小警 还居无定所 劣迹斑斑的他欠下了很多高利贷和外债 而当匕首歌提出这个要求 中大因为当卧底风险较大 起初是不想答应的 用各种理由推脱 但是还是听到匕首歌会解决自己所有债务时 他动心了 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匕首歌的要求 就这样 一个小混混在黑社会的安排下 成功潜入了警局 当上卧底 李中大来到警察局之后 成为了一名交警 而这时 因为局长苦苦找不到证据来干养老大这一票远 警察局也没闲着 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要在黑社会安插一个头目来当钩子 以便搜索和观察给老大犯罪的证据 于是在局长和朴组长的安排下 交警张中栋被选了那个去黑社会当卧底的人 因为张中栋在警察局跟人打架 被领导批评教育 没办法的他 只好答应了上级给的指令 就这样 警局和黑社会普相安插卧底 开展了一场真正的交流 而黑社会卧底李中大 进警局没多久就靠着自己优秀的业务能力 从一个小小的交警升级为刑警 李中大自己就是混混出身的 所以他太知道哪些地方风气不正 所以他依靠自身经验 混迹于各大见不得光的场所 本身就是小混混的他 完成了一件又一件案子 雷厉风行的对于这些不正风气进行了整治 拥有优秀业绩的他 登上了各大报纸 姚轩一变成为了一名深名远洋的好警察 此时上头特别看重他 所以安排他进入刑警特别调查组 而这个特别调查组 就是黑社会目的的所在 而这时警察组卧底张忠栋 对比机理中大的就显得落寞了很多呀 在进入黑社会之前 朴组长就用专业人士对其进行了各种训练 为了更加黑社会一点 还带他去闻了身 可笑的是 闻身时 闻身书看错了图案 把一张发票给张忠栋闻在了身上 而张忠栋进入黑社会 被安排在了杨老大一个最没用的团队 他的小头目 也是一个缺心眼呆头呆脑的主 就这样伸手矫健一表人才的忠栋 为了服从上级安排 竟有了黑社会当卧底 而张忠栋刚来的第一天 就不小心踢中了小头目的要害 此时张忠栋赶紧去看小头目 两人拉扯在一起 而这滑稽的一幕 正好被小弟们看见 话锋一转 杨老大的黑社会集团 伪装在一个合法的金融公司名下 他本人对生意的事懂得很少 原来他娶了之前黑社会集团的千金才起的家 最近杨老大和自己夫人的关系 也是比较紧张的 因为他的外遇搞得他们两个夫妻关系 名存失望 这两人也是表面夫妻 而他公司的很多业务 他不熟络 所以也很少问 基本都是他的心腹匕首哥在操管一切 这时因为李中大因为之前的英雄事迹 搞得人尽皆知 连继闻名 斩功赫赫 局里也有不少崇拜者 这其中就包括景花蔡警官 蔡警官这个人呢 对中大很有好感 在某天李中大试图窃取局里纵要文件时 也没有怀疑过他是卧底 蔡警官私下约着李中大 经常喝酒聊天 频频约会 两个人的关系渐渐也亲密了下来 这边张中东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小头目看得出中东老是好欺负 便提出了要拳击比赛和他比试 而景校出身的张中东 三下五出二就把他小头目打得微青脸肿 还再次击中了他的药牌 之后还把烫手的披萨弄到了小头目手上 就这样 他的头目用胶带把张中东缠在墙上 而他所在的组织也不被杨老大看中 经常做出一些搞笑的事 天天跟一帮小混混丝打在一起 张中东觉得这不是办法呀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张中东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杨老大 于是他到了局里 警察局局长着急决定加快计划进城 所以警方这边又策划了一场 接近杨老大的计划 在得知下周杨老大要举行婚礼纪念日活动 他们安排警察伪装成工作人员 准备在那天对杨老大进行袭击 然后让张中东在杨老大危急之时挺身而出 来场英雄救美的戏份 以此来获取杨老大的心愿 就在他们实施他们所期望的计划时 当晚杨老大正在外面进行会餐时 表面上一切平常 就在计划如火如荼的进行准备就绪时 伪装成大厨的警察拿着刀 来到杨老大身边准备动手 张中东就在一旁暗自观察准备司机而动 就在厨子准备动手时 张中东团队的杀老大刚好撞到了大厨 两人倒在了一起 就这样看着杀老大的杀雕起人操作 A计划以失败告终 好在大家并没有发现大厨的不为之心 这时警方又启动了B计划 伪装成工作人员的一些人 准备拿着藏在桌子底下的武器开始袭击 大家都冲向杨老大 就在这时张中东抓住一个机会 一个又一个帅气的姿势击倒了这些警员 保护了身边并没有一个人的杨老大 而这一切都被杨老大看在眼里 而就在这时 一个人拿着刀冲向了杨老大 被张中东一个帅气扑倒 在毫无破证的情况下 帮杨老大挡住了刀子 计划成功 杨老大对于这个新来的小伙子十分欣赏 于是便命张中东任他这个组织的老大 而就在这时 钟大因为美女景花 蔡景花偏偏示好 两个人的感情渐渐升温 没错 钟大和蔡景观这时陷入了热恋 钟大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还和蔡景花谈起了恋爱 正所谓是爱情事业两不误呀 沉浸在温柔乡的她 渐渐把自己的卧底身份抛在脑后 和小蔡谈起了恋爱 这天 笔首歌叫钟大来到一个KTV 拿出了她和女警官亲密的照片 并威胁她要杀掉局长 否则那个女警官就会性命不保 在两个人的谈话中 想要了解情况的张钟栋 偷偷推开门 但她只看到钟大手里的打火机 并没有看到她真正的样子 这天 张钟栋看到那部消息 他们要到港口 和一群俄罗斯人总是一批洋酒 他赶紧向朴组长汇报此事 而重要情报汇报完毕之后 钟栋还把自己在黑帮得到的钱 也交了上去 让他拿着这笔钱 供孩子们上大学 但朴组长没有接受 还教育了她 林总时 吩咐她要多加小心 画面一转 这边钟大跟匕首哥会面后 内心就陷入了挣扎之中 原本她只想着做卧底 并没有想过杀人的想法 但是她爱上了蔡警官 这时她掏出包里的烟运报 是的 蔡警官已经怀孕了 已经到了要见家长 谈婚论战的地步了 她更是陷入了两难 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啊 这天黑帮要动身前往交易地 因为张忠栋的情报 警方已经做好了准备 蔡警官为了保护钟大也一同前去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 可是走到半路 他们突然收到消息 得知黑帮交换了交易地点 于是警察一行人便下车进行讨论计划 这时 一个骑着摩托车的黑衣人 突然扔了一个炸弹 黑衣人骑着摩托车准备走时 眼神与钟大交汇了一下 而这时 炸弹刚好扔在蔡警官和朴组长的车下面 他们刚准备动身 炸弹爆炸 砰的一声 整个车烧成了灰解 蔡警官和朴组长当场身亡 李钟大知道 这是匕首哥的所作所为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他伤心欲绝 自己的女人和未出生的孩子 竟然被匕首哥所杀害 刚才 还在和他发着甜蜜嘻嘻的恋爱 就这样走了 永远都不能再见了 歇斯底里 思喊着 钟大痛苦不堪 他开始下定决心报仇 杀了匕首哥 而此时 张中栋也在电视新闻上 看到了朴组长身亡的信息 痛苦之下 他决定今晚就进行计划 被朴组长报仇 就这样 两名卧底都准备于死网破 晚上黑社会 果然如约而住地 来到港口进行交易 在进行交易过程中 张中栋一直伺机观察周围 等待警察的到来 在交易快要结束的时候 警察赶到了现场 匕首哥看到警察的到来 果断开着车要离开 他正纳闷 到底是谁出卖了他的时候 一转身 看到了没有上车的张中栋 这时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小子是卧底员 而此时 张中栋抛出手枪 瞄准匕首哥所在的车 就见砰的一声 就这样 匕首哥所在的车 因为张中栋的射击 便翻车了 但是匕首哥并没有死 他从车里爬了出来 慌里慌张地来到一个天台上 惊魂未定的他 刚到天台 就看到报仇新妻的李中大 两个人面面相却 中大的眼神充满了仇恨 就在中大准备开枪 灭了这个 使他妻离子散的家伙之事 紧接着 匕首哥后面的张中栋 提前开了枪 将匕首哥爆头 这一刻得到了释放 成为了过眼云烟 而中大和张中栋 两人回到警局熟络了起来 此时李中大的卧底身份 也就没有被发现 他还像往常一样 继续地待在了 特别调查组里面工作 张中栋 则回到了之前的岗位 做回了他的交情 身份地位 角色转换 仿佛一切回到了原点 这天 李中大开车路过了 张中栋之前的路口 两人谈话间 李中大递了一根烟 张中栋看到他手里 玩弄了打火机 立马认出 他就是那天晚上在KTV 和笔首歌谈话的人 谈话完 李中大开车走了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李中大开车离去 心中百味杂成 影片结束 这部片子 是翻拍经典电影港片 无间道其中 还加入了不少搞笑元素 警察和帮派之间 相互纵送 见敌的精彩对决 看头十足 好了 我是市长 我们下期见